今天我们要来关注一个接近十年前的错判 同时我们更要关注的是 这一个错判曾经存在的那些漏洞 经过这十年司法的一些这个变化 包括新的刑事诉讼法开始实施 这些漏洞会被捕什么 还会不会发生呢 这个事情要先从2003年5月18号那一天来谈起 那一天张辉张高平叔侄俩 要开大货车送货去上海 出于好心一个认识的王莽 才17岁的小姑娘搭他们车到杭州 没问题去了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王莽呢 强奸致死被强奸致死 因此这叔侄俩就成了最大的这个嫌疑人 04年的时候他们一个被判了死刑 一个被判了无期 后来二审的时候判了死缓 另一个判了这个15年 于是他们就进了监狱 然而在三天前浙江高院再审 宣布这叔侄俩无罪释放 并且向他们道歉 来咱们一起回头去看一看 我当时高兴 我需要再会流泪了 这么多年 我知道就有这么一天的 3月26号上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依法对张辉张高平 强奸再审案公开宣判 撤销原审判决 宣布因强奸致死案 被判处死缓的张辉 有期徒刑15年的张高平无罪 拿到无罪判决书的那一刻 张高平和侄子张辉一个笑 一个哭 出狱那天到杭州来迎接他们的亲友 有近20个 这一纸正义的判决 让叔侄俩等了近10年 而他们的家人也同样备受煎熬 我把嘴唇咬到了 我没哭 我叫他们不要哭 今天是个高兴的意思 一定要高兴不要哭 千万不要哭 入狱10年 已经改变了张高平的容貌 这让他见到家人的时候 多少显得有些难为情 虽然是高兴 还是有点不舒服 年轻的时候也不这么难看 现在我女儿 她们低眼 我都怕她们看我难看的样子 现在头发掉光了 难看得很 26号 大家在杭州休息了一晚 27号终于可以踏上回家的路 从浙江省乔斯监狱到安徽省设县 不到200公里 驱车只需不到三个小时 对于从前做货运买卖的叔侄俩来说 这条路并不陌生 然而一路的风景 却让张高平深感物是人非 阔别多年的家乡设县 更是让他不敢相认 一路上车队每行驶一段距离 都会停下来燃放鞭炮 当他们来到村口 看到的是排成两排 家道欢迎叔侄归来的乡亲 那个村里船都出来了 最老的都90多岁了 看到我都流眼泪 他们就是说不容易 不容易 真不容易 能活着回来就好 能活着回来就好 十年间 村里人大都盖起了新房 有的还住进了高楼 而张高平只能回到废弃多年的老宅 看着母亲的屋子 一路都没有流泪的他 还是哭了 四年前母亲离世 而在狱中的他 没能送老人最后一程 如今重获自由的他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带着侄子张辉 到父母的坟头上香祭拜 回家的这两日 家人每天都为他们准备满桌的好菜 并带着他们置办新衣 张高平说 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喜敬虔臣 现在已经如愿 而对于以后 如今38岁的张辉 说现在最大的心愿 就是找个工作 能好好孝敬双亲